看看新闻网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 前所未有的将地址选在了市中心 选在了浦江两岸 184天的盛况过去之后 当年这一选择已经给上海的城市发展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一曾经吸引了7300多万人 参观的世界性盛会的原址 正在转型为探索城市转型的一个中国样本 后世博的上海将以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移居城市 作为目标继续出写新的绘画 两年前的5月1号 上海世博会在浦江之畔拉开大幕 惊艳世界 两年后的今天 5.28平方公里的世博围栏内却已热闹不在 连浦西园区那个著名的大烟囱 也因为要配合场馆改造 悄然关闭了温度显示 一切看似寂寥沉默 然而在这冷清中 后世博的精彩已经悄然酝酿 这里是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舞台 它的前身是原来的世博演艺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场即将举办的演唱会 做最后的调试 这已经是世博谢幕之后 这个飞碟形状的标志性建筑 迎来的第175场大型演出 世博凝结了全球的科技文明 给人们带来了一场世卫盛宴 那么在世博结束之后 我们留下的不能够 只仅仅只是这些漂亮的建筑 更应该利用好这些场馆 给人们带来精神文化的滔天享受 那么我所在的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就将给人们带来全荒位的试天享受 而中国馆则将变身为中华艺术工 成为上海美术馆的永久场所 4月28号 世博会意大利馆重新开放迎客 10月1号 由中国馆变身而来的中华艺术工 将向市民开放 同月 即零售 娱乐 文化 餐饮等功能 为一体的世博轴 也将以全新的姿态亮相 而曾在世博会期间 以世外桃源般的原生态 吸引游人的后滩公园 如今正在修理战道 整治水系 并已定于7月再度向世人开放 事实上 后滩公园的前身就是 四公顷的黄浦江江滩湿地 那么这里开放以后 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清水乐趣 樊浦归真 接触自然 生态世博 绿色世博的理念 在后世博时代仍然在延续 而世博园区的后续利用 将留给城市一片绿色的滨江带 以及一个综合了会展 商务和居住功能的城市副中心 目前 原世博园的几个片区 都已经定位成总部经济 会展商务 文化博览 以及创意产业集聚区 从忽视城市环境 到注重移居程度 这一战略性变革的实现 可以说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 事实上 世博地区的后续利用 可以看作是浦江两岸 综合开发思路的一个缩影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 可一直以来 它却始终无法让人亲近 一道外滩情人墙 尘封了无数老上海的浪漫回忆 又何尝不是当年浦江两岸 公共空间狭小逼则的真实写照 而目前 浦东的冰江大道 和徐汇已开放的冰江区域 还有南码头 老码头等 已建成使用的冰江文化休闲项目 都已经成为了市民热衷的 休闲好去处 全长约41.8公里的市区浦江两岸 将在不久的将来 贯通形成水与绿的旅游休闲带 通过产业调整和转型以后 把更多的空间留出来 让老百姓来共同享受 冰江所带来的一些乐趣 以及城市或者社会所发展 给老百姓带来的乐趣 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的核心 就是要打造一个更加宜居的城市 两岸功能也将由传统工业型 转型为现代服务型 形如一滴水的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 浮出北外滩 将仓储码头转变成为 航运服务集聚区 外滩区域则通过老建筑置换 引入大量金融机构 为金融的发源地重新注入活力 东方体育中心所在的浦东潜滩地区 则在酝酿打造一个 世界级中央活动区 世博的人群早已散去 但后世博所继承的发展理念 将给水流不服的浦江 乃至整个城市发展 带来新的契机 夜浦江两岸的璀璨灯光背后 正孕育着新的迸发